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英两国在未通知中华民国以及其他盟国之下 与苏联签订设计外盟国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 其中规定外盟国现状需续维持 1945年8月14日 蒋介石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的同盟条约 正式同意外盟国独立 1945年10月20日 外盟国开始举行公民独立投票 投票结果显示 参加的公民都赞成外盟国从中国独立出去 联合国所派之观察员 也承认此次投票有效 1946年1月5日 中华民国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同年1月15日 外盟国完成了中华民国对他承认的独立手续 可是外盟国独立后 并不急着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 而是想趁着中国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边疆之时 慢慢蚕食中国的领土 所以那时中盟两国并未正式划分边界 新中国成立后 中盟两国就边界问题 进行了多次商讨 其他的都还好说 当谈到贝尔湖的归属问题时 外盟国想逐自享用 一点都不分给中国 因为似乎已经被他霸占 然而中国却不同意 因为这湖原本就是中国的 后忙于内战而让外盟国给蚕食霸占了过去 属于非法侵占 再说了 水资源这么珍贵 贝尔湖怎么能全部给外蒙古呢 于是两国的谈判就这样僵持了下去 那这个贝尔湖在哪里呢 其历史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贝尔湖位于那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是星巴尔湖又起境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它呈植圆形状 长四十千米 宽二十千米 面积六百零八点七八平方公里 经乌尔胸河水从北面将其同姐姐呼伦湖连接在一起 呼伦湖和贝尔湖又每称为双生姐妹湖 公元六百三十年 唐太宗在辽宁朝阳设立师州 统领市围 这是中国中央王朝第一次将贝尔湖纳入统治范围 公元七百九十一年前后 唐庭在市围之地设置市围都督府 之后 贝尔湖一直归辽国 经国统治 公元一二八八年 元朝在内蒙古 外蒙古 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 设置领北行省 贝尔湖就在领北行省的对东边 跟辽阳行省接壤 公元一三八八年 朱元璋浅大将蓝玉律十五万大军 追逐北渊残余军队 在贝尔湖那时称捕鱼而海与北渊主力决战 明军大胜 此战直接将北渊主国 加政权的形势打回了蒙古部落制 后来永乐帝朱地在此设奴尔干兜斯 管辖今东北和外东北 还有内外蒙古小部分 而贝尔国处奴尔干兜斯下的哈拉还未管辖 公元1695年 康熙将原本属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划给了黑龙江 并建立了黑龙江江军府 贝尔湖从这时起归黑龙江管辖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近代 新中国成立后 贝尔湖有段时间 也是属于黑龙江管辖 只不过到了后面 才将其划给内蒙古 因此对于贝尔湖的主权 我国更有正统法理 毕竟外蒙古曾经也属于中国 回到中蒙对于贝尔湖归属的谈判 两国谈判僵持了好久 外蒙古以贝尔湖被他占领为既定事实 一口咬定他要整个贝尔湖 以至于谈判毫无进展 中国毫无办法 只能先放弃索要整个贝尔湖的主权 试着商量有两国共同拥有贝尔湖 为此周总理还这样问外蒙古 能不能给我们留点喝水的地方 外蒙古仗着有苏联撑腰 一点都不肯让步 全然忘了新中国曾对他进行过大规模的物资援助 帮他渡过难关 一点都不知道感恩 还叫嚣着说 不会留一点水给中国人喝 周总理没办法 只得找苏联来调解 因为当时中苏正处于交务期 所以自然是偏向外蒙古 边界化的十分不公平 后经苏联调解 外蒙古虽答应退步 但真的只给我们留了一点喝水的地方 1962年 中蒙在北京签订中蒙边界条约 两国边界正式确定 是于608.78平方公里贝尔湖的归属 93.4%都画给了外蒙 我国只有区区的6.6% 约40.26平方公里 就是靠西北边上那么一点点 外蒙古留给我们的 真的只是一块喝水的地方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